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蔡英文呢 要篡访 美国啊 以过境的方式 这个美国这次表现的实在是太怂了 为什么太怂了呢 之前呢 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我首先看啊 麦卡锡 咱们成立了反中委员会的这个 看他到不到台湾访问 结果呢 在这个美西宗和这个龟丞相的 拍拍肩膀 他就不去了 他就不去了 我给他 我当时就非常看不起他 说你这家伙啊 太胆小 知道吧 如果呢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不搞出点什么名堂了呢 你就跟那个布林肯一样 就是一个太监 知道吧 底下呢 你就没那个袋子了 明白啥意思吧 最近呢 我特别希望呢 他这个反中委员会呢 能做出点样子来 结果现在已经等了两个月了 他都没做出来 那现在我就 我对他这个委员会已经基本失望了 就是 就彻底的 这个 这这这这 我现在 我现在看他就 跟看太监没什么两样啊 到时候封他一个神武军节度使 神威军节度使 这是可以的啊 这怎么回事呢 蔡英文呢 他是要那什么 咱蔡姐 3月29号啊 过境洛盛都 洛盛都就是洛杉矶嘛 然后呢 访问威地马拉 然后再访问伯利兹 访问了伯利兹之后 转过头来 4月5号过境纽约 然后从纽约就叼回去了啊 就窜回去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就给我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美国你这个麦卡锡你不去 就是非常怂 我刚才我也给出理由了 为什么那么怂 但是呢 你这一次下个我不说看点吗 有两个看点 一个看点是什么呢 他是以过境的方式 去那哪 就在机场一过 到了美国呢 还是直接了当访问美国 就比如说进入美国 只要不到华盛顿 你不到华盛顿去哪都行 你去那个德州 去德州看看棒球 然后再去宾州 看看那什么 看看怎么开开天然气 这也可以嘛 对不对 先去德州再去宾州 挺好的呀 对吧 他现在不对 这是过境 而且过境两次 就像一个大耗子似的 窜来窜去的 就这么一回事 反正没有猫啊 没有我大野猫 要有我大野猫的话呀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今天不讲啊 所以呢 这次要看了 看这次的看点是4月5号 你麦卡锡到不到纽约 在纽约的机场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肯尼迪国家机场 他要去的话 不应该是拉瓜迪亚 可能是林瓦克 管他哪一个的 你去不去跟蔡英文会面 在机场的航站楼的大厅的VIP里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出去 我经常出去 我那个信用卡 我那个信用卡是每年可以有那什么服务的吗 可以往那个VIP里边 每年去四回的吗 不是 其实这一次呢 哎 在这个VIP里边 哎 看看他们俩 看他们俩能会见出来会面出来个什么东西 你麦卡锡去不去 你麦卡锡要是不去 我跟你这么说 我跟你这么说 那你这就不是太监了 你可比太监还可怕的一个东西啊 你知道吧 叫人质 质是什么 那个字很难写 但是呢 他那个意思是啥呢 跟猪差不多 知道吧 明白啥意思吧 你就到时候就是人质 懂不 行了 到时候看你表现啊 所以这次蔡英文呢 去哪儿 去中美洲 两个仅剩下的节点了 一个是威迪玛拉 一个是伯利兹 之前呢 台湾呢 跟跟这个 跟这个什么 中美洲七个国家呢 关系的都不错 中美洲的七个国家呢 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威迪玛拉 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 萨尔瓦多 伯利兹 格斯大利加 和巴拿马 最近呢 出了点事啊 宏都拉斯说了 我马上要断交 跟你咔嚓了 尼加拉瓜呢 2021年民主峰会 当天 没那什么 没邀请他 结果在那 在民主峰会 当天开幕的时候 当天不是那谁吗 那个左右神策军中 为布林肯主持吗 邀请了两个人 好像是 一个是白俄罗斯 这个乌克兰的 结果那白俄罗斯 说着说着 把眼泪下来了 我是全程看直播 给我看傻了 你知道吧 整个看直播的多少人 整个看直播 你猜猜多少人 200人 200人 后来我问我这个谁 问那个 我那国成哥吗 问他 他看了看 国成哥说 他也看了 好家伙 我们两个 占了 占了多少 占了1%的 那个观看率啊 太厉害了 我特别特别自豪 你知道吧 就那天 民主峰会的 开场白 吹峰会 结果 萨尔瓦多 在那一天 不是萨尔瓦多 尼加拉瓜 在当天就跟 台湾咔嚓了 跟中国大陆 跟中国建交了 这么一回事 然后这萨尔瓦多 那是2017年 咔嚓了 巴拿马呢 是2018年断交了 其实巴拿马 2013年就要断 当时是马英九 在的时候 马英九呢 说给他个面子 给他个面子 行了 巴拿马你留着吧 就2018年 咔嚓了 剩下谁呢 还有哥斯达利加 哥斯达利加很有意思 很早就跟台湾切割了 哥斯达利加是2006年 跟这个台湾就废了 然后跟中国大陆建交了 这么一回事 没有事 原因是啥呢 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 哥斯达利加呢 跟当时的中国队呢 分在一个组里边 然后哥斯达利加这边呢 对那个他这个小组的 这几个对手呢 他有一个广泛的一个介绍 他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之后 他的本国一看 说啊 我们跟这么个 跟那个跟台湾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破地方建交 我这个我不跟他建交 啥意思 这是给我改 给我改 这一下子 这就把台湾给废了 把台湾给废了 就跟中国大陆建交了 这么一回事 所以这个足球啊 这个东西 体育这个东西 也是可以换来那啥外交利益的 这个东西一定得好好用 上一次 2002年这一次 世界杯谁领钱的 老一代 最后最后他们一次了 像什么黎兵啊 马明雨啊 还有那谁 还有谁来着 西班牙那位 是吧 西班牙那位 怎么回事 就这个 所以呢 整个这个过程 现在啊 台湾在这个中美洲 只剩下 蔡英文只剩下 威地马拉和贝里斯了 有必要讲讲这俩国家 威地马拉呢 是这七个里边 几乎最穷的 1951年 阿尔本斯倒台之后 就基本上成了 极右翼和毒品的天堂 然后呢 台湾跟他建交 1952年的时候呢 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呢 跟威地马拉就形成了一个 全球所谓的民主自由大联盟 其实就是极右翼的 这些法西斯政权啊 大联盟 其实蒋介石跟这极右翼 法西斯政府没什么两样 知道吧 他们就合作 伯利斯呢 也是这么一回事 伯利斯咋回事呢 2005年开始 就开始骗台湾人去搞房产 结果这台湾人去投资 就赔了个金光 这么一回事 这等于等于说公开的 公开的跟台湾定向型诈骗的 这么一个玩意儿 所以这一次呢 可见的这个威地马拉和这个 伯利斯呢 是陪衬 主角呢 是美国 就是说呢 这个蔡英文呢 是访问美国去了 过境访问美国 顺便手去了这俩地方 这俩地方只是陪衬 访问呢 就成了陪衬 你说这俩 这俩地方啥感觉 咱这么说啊 如果有一天 他俩反水 该怎么办 我就 我当时 我当时我就想 就给这个蔡英文 和未来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捏一把案 为啥呀 因为你再想过境美国 你可没地方落脚了 你往那边走 你过境过谁去啊 你是不是得过海地去啊 好家伙 你台湾 台湾的这个地区领导人 跑到海地去了 跟海地 海地是一个什么国家呢 是 行 我们有着 有这个乌独教 我们有通顿马库特 对不对 就就就像宗教式的秘密警察嘛 你跟海地去 人家吃那个土饼 吃那个 吃那个观音土 吃观音土 蘸点奶油 你是你到这吃那个去 啊 这 这台湾地区 有点人跑到海地 然后说 咱们俩结成同盟嘛 啥同盟 台海同盟 哎呦 我这 我当时想 我当时 我当时想 就真给他捏一把汗 你不去海地也行 你去东边那俩 圣卢西亚 和圣文森特 这俩小岛 不知道有没有机场 可能海地也真有个机场 但是你到海地再过境 然后叫麦卡锡 或者叫未来的哪个议长到海地去 到海地去跟你过境见面去 这有点说不清楚 你知道吧 所以呢 这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这一次 然后在美国呢 表现的啥呢 非常非常都怂嘛 有本事你到台湾去访问 你真的 你这次真去 没事不可选 真去去的 没事 上一次老妖婆去的不都没事吗 这次你麦卡锡去的也没事 老妖婆命多值钱 你麦卡锡这个算个啥 你直接去嘛 大伙子 直到不行你英雄了 你英雄那名垂青史 大伙子那个钱币上 好像有你的那什么 有你的画像 你这辈子不也值了吗 对吧 你说 或者你让蔡英文访问美国 访多访问几个城市 你就正好陪着 或者找一个那谁 找一个没结婚的陪着 当然了 当然也可以找我大眼帽 而不是 而不是把这个蔡英文 变成一只大耗子 知道吧 大耗子 窜来窜去的 明白啥意思吗 看来啊 咱这么说 咱这个丁一多呀 来一杯美食啊 一路向北啊 陈旺啊 这把脑袋 刷盘子还真能刷出一大耗子来 哎 不通刷出一只蔡英文类 你这咋整 你这咋整 这个东西 咱这么说 之前 你美国可以那什么 说我要维护地区的稳定 我要给地区提供安全保障 自己呢 不能当麻烦制造 制造者 就比如去年 老妖婆串访台湾 然后呢 中国大陆这边不进行了台海演训吗 进行台海演训 美国就成了这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 然后地区的这些国家呢 就开始不信任美国了 使得美国在这边打造的所谓的印太同盟 或者亚太同盟 一下子马上有土风瓦解的危险 这一次呢 美国呢 就是说 他想 他想啥呢 达到给中国大陆恶心 最大化 然后同时呢 自己的便宜呢 也要占 然后自己呢 还得表现出一个稳定 稳定 稳定器 安全保障 这么一个制造者 然后呢 他说 我不挑起周边的矛盾 然后呢 我达到了会谈 跟蔡英文会谈的这个目的 然后达到了 对中国大陆的恶心 整个这个过程 美国做的特别特别的绝 做的特别特别的好 如果什么事都没有的话 从二月份到现在 什么事都没有的话 美国这么做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我给他打非常高的分 他搞得真不错 足够的恶心 足够的成功 足够的稳定 还稳定出了自己的盟友 干的挺好的 但是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北京宣言之后 就是伊朗跟沙特这个事之后 这一切 给在我眼里 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渺小 就是蔡英文 你到那个 美国去窜访 无论是窜访 还是访问 就是你到了华盛顿 咱说这实在的话 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渺小 之前是啥呢 美国在这边 拉拢了几个小爬虫 几个小爬虫 韩国 日本 台湾 菲律宾 就像四个小哈巴狗 在成天 哇哇 YJ 超级 都已经是台湾的牌子 在在在美国这边呢 狗叫呢不是忘忘忘忘 狗叫是啥呢 是WoofWoofWoof 所以大野猫呢 作为加拿大公民啊 那我就得是 WoofWoofWoof 这么一回事 对吧 现在呢 他们只剩下忘忘忘了 你看他们只剩下忘忘忘了 只剩下小哈巴狗了 只剩下这些了 小爬虫不陪你玩了 不陪你玩了 中国真的跑哪去了 跑中东去了 记住到的世界舞台呀 看着没有 你说乌克兰和平进程 跟这个伊朗沙特的和平进程 哪一个和平进程更重要 如果你受过专业训练的 你经常好好分析的 当然是伊朗沙特呀 乌克兰这个破玩就是媒体炒作 乌克兰这个破玩媒体炒作 还有媒体炒作 我告诉你 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个 这两个全是媒体炒作 这这这整个 整个所表现的都特别特别的小 伊朗和沙特的这个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可惜美国这一次靠边站了 美国这次靠边站了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 这个事发生了之后 这一切都变得如此的渺小 如此的渺小 你蔡英文 如果之前没这些事 这次蔡英文去美国窜访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很那啥 很有可能这一次 他成了大明星 结果出了 你在出了这个北京宣言之后 你在出了这个中俄联合声明之后 这些东西有点像啥呢 就像那些小哈布狗 小猫小哈布狗 这次挖挖挖挖挖 成天给你玩这个 然后呢 你之前看着他们 看着他们 还怎么吹胡子 瞪眼的 他们给你做鬼脸 现在这帮人 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以后跟美国干 两只大熊在底下玩 这帮小子 你小心点 赶紧躲开 别待会儿给你 鸭鸡 给你踩一下子 踩一下子 你就不吃了 对吧 就这个 所以蔡英文过境窜访 美国表现的太怂 太怂了 这一次 咱说句实在的话 如果麦卡锡 4月5号 不去看他 不去找我们蔡姐 这个人都不一定是太监了 这个人不知道啥玩意呢 好了 今后的这些东西 咱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这期节目呢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的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